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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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欢迎大家乘坐 Big Cat玻璃礼堂 同时欢迎大家光临 大宝礁世界文化遗产区 我们将在一起度过 大约30分钟的时间 一同游览大宝礁 我们需要找 有一些鱼类识别方面 大宝礁生活着 1500多种不同的鱼类 要看到所有这些鱼 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些卡片 可以帮助你们认出 我们今天将看到的 一些较为常见的鱼种 如果您有照相机或录像机 通常都可以获得 非常好的拍摄效果 只要把镜头朝下 透过玻璃底板拍摄即可 最后 请不要把东西 从船上扔到水里 我们参观的是绿岛礁 大宝礁有2000多个单独的珊瑚礁组成 群礁 点礁和带礁 绿岛礁只是其中之一 属于点礁 大宝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结构 事实上 从月球上也可以看到 从月球上唯一还可以看到的其他结构 就是中国的长城 大宝礁长2300多公里 从澳大利亚最北端之上 一直延伸到南坤士兰的方向 对于我们的海外游客来说 这个长度相当于整个日本列岛 也相当于从美国的西雅图到洛杉矶 它的面积十分辽阔 超过3500万公顷 相当于7000万等足球场 虽然我们今天参观的 只是大宝礁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但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东西 如十分多样的珊瑚和鱼类 这些东西使大宝礁如此与众不同 您可能以为自己在水下看到的一些东西是岩石 其实不然 这些都是硬珊瑚 硬珊瑚构成珊瑚礁的基础 硬珊瑚有300多个不同的品种 它们的学名非常难说 所以我们通常安齐形状给它们取名 很像岩石的大珊瑚 叫做巨粒或巨大珊瑚 带有类似大脑表面花纹的珊瑚 叫做大脑珊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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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